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葫芦岛市工作协调组 向连山区转办第一批信房举报件 反映连山区连山大街新大陆幼儿园附近 垃圾中转站产生严重异味 垃圾车噪声扰民问题 连山区立即对该垃圾中转站进行了整改 我们对转转那个安装了转连门 门窗继续修复 转转内进行那个除臭 对灶围扰民问题 我们对轻运时间进行了调整 然后之后挺好的 没有噪音了 没有咬咬咬咬的 也没有那臭味 葫芦岛市坚持问题导向 压实工作责任 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 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 做到集接集办 立行立改 确保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本台驻葫芦岛记者报道 本台驻葫芦了 我们下期再见